虽然新冠疫苗已经拖开 南岛官的核心案例也不断增加 关乎23号公国禁止产业提供现状应激 但会当事人在外上 会才是保险的照照 副管长丹靖昕也担心的一种到用餐时间 情统检查南岛市区的美食家 发现业者都很配合 尊守向他的相关要求 有点了关 风亿机会官副管长丹靖昕来创举 利用到中道吃饭的时间 这都在南岛市区老爷家路来进行检查 话言说业者 我们开始尊守到尊重开向民众在店来吃东西 给它提供包起来拿回去 这是说有三个风亿要求 虽然在店外来打上到公共 提供民众做回配合 天政府为了预防肺炎疫情的扩散 自即日起到6月8号公告了 一份餐饮内进食提供内食 希望民众采取 十名十年制的外送外带 虽然属到夜间应用 又有充气 心理是差这么多 不及店家表示 为大家的安全 关于配合尽数到相关 风亿的规定 今天也是有点效果 嘿嘿嘿嘿嘿嘿 等这个时间 让市场完全没有效果 大家共同防疫啦 嘿嘿嘿嘿嘿 就有这份来检查店家的风亿措施 看风亿建议业者 不让利用到这段时间 特地来做一份店来大扇 提醒到困境危性的安全 包括我们的台面 包括我们的下水道 包括我们的地面 的油的所在 我们全部都把所有的天空 好啦 好啦 迎接下一次安全的到来 那违反本公告的 而且季节改善的 我们先政府会依照 川人兵防治法第七十条 第一项第三款规定 裁法新台币三千年以上 一万五千年以下的发言 观众表示 在疫情进入到三个不近階后 提醒到美洲风亿犯罪 接下来新的规定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配合 作为多贵到疫情的难关 记者 两位先 藏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